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德州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击败原本声势看长的川普 而民主党的喜莱莉和桑德斯则算是打成平手 昨天爱荷华州共和党党团投票当中 极端保守派的克鲁兹以28%得票率击败川普的24% 卢比欧则以23%排名第三 使他得以站稳党内主流代表的地位 克鲁兹赢得初选的第一仗证明他庞大的催票作业 以及花了几个月争取爱荷华州保守派跟福音派的领袖走效 气势也随之高涨 他表示这场胜利对于赢得党内提名来说是重要的一步 而川普则表示得到第二名算是殊荣 他向克鲁兹道贺 但表示他将拿下9号的新韩不下州的初选 民主党方面 喜莱莉跟桑德斯缠斗之下 最后喜莱莉仅以49.8%对49.6%的些微差距勉强胜出 喜莱莉在爱荷华州面对输不起的压力 因为他在紧接着举行初选的新韩不下州的支持度落后桑德斯一大截 如果选战一开打就连输两场的话 可能就会让人觉得说他虽然人气超强 但经不起实战的考验 喜莱莉原本被认为可以轻易赢得初选甚至总统的宝座 但是碰到了桑德斯挑动了民主党的自由派基本盘 并且吸引了许多对贫富差距急剧扩大 以及中产阶级缩减感到关切的年轻人的支持 这给喜莱莉造成极大的压力 今年的大选已经变成由愤怒的选民来主导 许多民众对于移民恐怖主义 所得不平等以及健保等问题感到不满 使得川普桑德斯和克鲁斯等等 这些体制外的人选得以崛起 而两党的选民都有大约四成表示 他们是首次参加党团的投票 国防部长卡特表示 美国军方当前正面对五大挑战 包括中国崛起 俄罗斯侵略 北韩 伊朗以及伊斯兰国 他将会寻求国会在2017财政年度 通过总值5827亿美元的军费开支 并且重新调整采购军备的优先次序 卡特是在华盛顿经济俱乐部致辞的时候 做出了以上的表示 他指出当前的新安全环境 与过去25年截然不同 需要新思维以及新方式来应对 卡特透露 国防部在2017年度 将在网络安全投入70亿美元 在未来五年则动用350亿 以及增加用于保护卫星免受攻击的经费 他也会建议拨款81亿来提升海底的战力 未来五年也会用34亿来支援北约盟友 是今年度的四倍 不过另一方面 美军也会削减容缘 希望在未来五年节省80亿美元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资卡病毒及小头症 列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将统筹全球力量来应对 而泰国今天也宣布 首次出现本土感染的资卡病毒案例 使得资卡病毒在全球爆发感染的恐惧更为加深 世卫秘书长陈冯富珍表示 检视证据之后 专家认为南美洲密集出现小头症 以及其他的神经并发症相当的不寻常 已经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公共卫生构成了威胁 专家也关注病毒缺乏疫苗 大部分人也都没有免疫力 但是认为目前还不需要实施旅游跟贸易方面的禁令 陈冯富珍指出 最有效控制病毒传播就是控制蚊子的资深 而世卫也正在制定针对孕妇的临床指引 以及拟定小头症的病症相关定义 包括如何规范良度出生婴儿头部大小等等 世卫表示 蚊虫普遍的地区急需发展有效的诊断工具 但资卡疫苗仍然需要几年才能够问世 美国疾病防控中心CDC主任表示 世卫的相关宣布就是在号召全世界共同的采取行动 外界也预期国际社会将会加快行动 针对资卡病毒优先研究疫苗以及治疗的方法 而与此同时 泰国公共卫生部今天宣布 一名22岁的男子感染了资卡病毒 这个患者未曾出国 确认是本土感染 根据患者的协议检验来比对 与巴西跟哥伦比亚的病毒株相同 主要都是由蚊子叮咬所引起的 而在加州 公共卫生部也建议民众要预防蚊虫叮咬 以避免感染资卡病毒 加州卫生部表示 目前加州已经有6个资卡病毒的确诊病例 全部都是在海外旅行时被感染的 其中第一个病例是早在2013年就出现 2014年有3例 2015年有2例 而出于保护患者的隐私 病例所在的地点并没有公布 卫生部指出 尽管目前加州还没有本土感染的病例 但为了防患未然 希望民众能够小心避免蚊虫叮咬 并且移除可能积水的容器 以防止蚊子滋生 在湾区消息方面 Santa Clara县警局公布了日前一名 闯入Serratoga民宅 将屋内老人打成重伤的嫌犯图像 呼吁民众提高警觉 这起案件事发生在1月19号晚间10点55分左右 这名嫌犯到Serratoga市 Parker Ranch路12000号街区的一间民宅敲门 屋内的老年男性屋主将门打开之后 嫌犯就挥拳攻击他 男主人的妻子上前阻止 并且暗响了警铃 嫌犯见警铃大作 立刻快步逃离现场 警方表示 受害的长者头部遭到歹徒重殴 伤势非常严重 送医救治之后情况才稳定下来 目前已经出院 不过要完全康复 仍然需要一段时间 根据受害者的描述 嫌犯为白人或浅肤色蜥蜜男子 25到28岁之间 五尺十寸到六尺之间 大约175磅 体格强壮 现场募集证人指出 事发时只看到嫌犯一个人出现 现场也没有其他的可疑车辆 嫌犯可能熟悉附近的地理环境 案发之后步行逃离 宪警局表示 民众如果能够认出图像当中的人物 请致电408-808-4500报案 如果想要匿名通报的话 请联络盛县警局调查服务处 408-808-4431 最后是一则议文消息 来自台湾享誉国际的钢琴家 陈玉香 将于2月6号 也就是周六的下午4点 和湾区的El Camino Youth Symphony 青少年交响乐团 共同演出华人经典作品 《黄河钢琴协奏曲》 陈玉香出生于台湾 从小学习钢琴 10岁时到洛杉矶顶居 1993年 她还在朱利亚音乐学院 就读的时候 参加钢琴大师波多雷里奇 举办的第一届 波多雷里奇国际钢琴大赛 当时才刚刚达到参赛年龄下线 23岁的陈玉香 一举夺的这个音乐史上 奖金金额最高的钢琴大赛冠军 也成为波多雷里奇抗力的弟子 从此在国际间声名打造 这次陈玉香应邀来到湾区 参加El Camino Youth Symphony的 中国新年音乐会 将与该乐团的总监 史坦福尔大学音乐系 蔡京东教授指挥的青年乐团 合作演出华人世界著名的 《黄河钢琴协奏曲》 《黄河钢琴协奏曲》的 作曲家应成宗的关系 我跟这个蔡京东指挥家认识 那我这个作品呢 我也直接跟殷成宗上过课 那通常都是殷成宗 跟这个蔡京东指挥家一起合作 那这一次换是殷成宗的学生 就是我跟蔡京东一起合作 那这也是我第一次 跟一个Youth Symphony合作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orchestra 真的是超出我的expectation 而除了陈玉香领前演出的黄河之外 ECYS也将演出包括奥斯卡华人配乐大师譚顿 以及肖邦卡布洛夫斯基等东西方音乐家的经典作品 音乐会将于2月6号周六下午4点 在Copatino de Anza College的Flint Center演出 相关资讯可上网 www.ecys.org查询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